退回去 往后队 洛桑 章马小姐 章马 章马 我没有在做梦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王 你没死 你就在我的身边 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章马 我爱你 我爱你 章马 怎么了 你是在怪我吗 那年我得知你要嫁给所老 我就跟疯了一样 我冲进土司府去找你 可是我被所老抓了几来 你去土司府了 我当然要去了 我也把你抢回来 可是明天把我抓到后院了 他们要处死我 那天你在前院 要跟所老成婚 我却在后院等死了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还好洛桑来救了我 不然我早死 后来我听说 你不用叫我活了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是吗 可是我以为你死了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这几年 我活得就像一具行事走肉 别说了 不 我要说 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告诉你 我又见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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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我不想再放开 嫁给我吧 我们住到巴拉村 下次那多结 和仁臣拉姆一样的生活 好不好 装吧 装吧 你去哪儿啊 杰逊 你没有资格说你爱着 你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是他的猎人 你 这样 任何人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 装吧 我也看到你 他在那里有什么时候 我对了 一都没法改变了 没法改变了 但是在你乎何人家 何人家 你看这个 我没有想到你 你很深很深很深地爱着你 真的 你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吗 我当然可以 但我就劝你不要听那个 那个坏蛋和骗子 你离他远点 你们两个搜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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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一辈子不会离他远点 因为我要保护他 你是他什么人啊 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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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威 请你离开 我觉得 离开的 应该就是 他 骆桑 带康威先生回巴拉村 康威 你真的 不需要我保护吗 不需要 请吧 康威先生 大际 促威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2002件事 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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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老是躲着我不说话呢 我 我把你送我的天竹巷链扯断了 那时候我知道你要跟所浪成婚 我 可是卓玛 你别哭 你看 后来我又回去 一颗一颗的把他们捡回来了 我把他穿成手链 那次看到他 就好像看到了你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不再会分开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重复那句话 艾朗不庸 卓玛 艾朗不庸 哥哥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哥哥 你不想嫁给我了 我想嫁给你 可是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是我亲哥哥 我不能嫁给你 我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找了你这么多年 我见到你 不是想听你编谎话骗我的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没有骗你 当年我阿爸 跟你阿妈去美相爱 你就是我阿爸的儿子 我阿妈临死的时候告诉我 我的阿爸在香巴拉 他不在剑堂 更不可能是吐司 香巴拉不是一个地方 他是天国 人们都说剑堂就是香巴拉 就是你阿妈让你去找的香巴拉呀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 如果你不爱我了 如果你不爱我了 如果你爱上了别人 你直接跟我说好了 我不会勉强你的 这是我从阿爸的欺慕盒里 找出来的 阿爸 阿爸 阿妈 就不敢了 我 阿妈 阿媽 阿妈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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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是你哥哥的 哥 他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让我带着熊牙项链 和他半张棋盘 去巴拉村找我的爸爸 他告诉我 只要阿妈看到这两个东西 就会收留我的 后来呢 后来又怎么样 后来 后来 后来阿妈没有了 阿妮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阿妮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他就赶到了江岸村 可他看到 康赞家的一片废墟 他当时以为你和你阿妈都死了 我听阿爸跟我说 他当时 他当时也想死 他想跳金沙浆 那次 是被人把他给抬回来的 中马小姐 吐司老爷真的不知道 扎西大哥还活着 这些年阿爸一直都以为他死了 但是每次出寻领地的时候 他都会去江岸村看一看 丹巴哥哥 你真的应该 你不要叫我哥哥 我不是你哥哥 我也不稀罕这个阿爸 我是扎西 我叫扎西平坐 扎西大哥 不要去 不要去 让他们兄妹俩 自己把事情说清楚 这故事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当年老扎西跟我说 他收养了一个孩子 就是虎跳侠江岸村 康赞平坐家的孩子 可我也不知道 他竟是吐司老爷的儿子 老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扎西大哥是不是能当吐司了 如果吐司老爷认了扎西 那他当然可以当吐司了 禁止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妹妹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我编出来的 可你阿妈的话你都不听了吧 你应该按你阿妈的意思 去找你的阿爸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又怎么样 遇到你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辈子寻找的 不是身份 而是真正的幸福 你跟我说的这一期 我没有办法接受 请你不要再逼我了 求求你 我一会儿和你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扎希大哥 你真的不想当吐司吗 当吐司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有吐司卫队 有那么多奴隶 有最好的羊肉 还有最好的酒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可你是他亲哥哥 你们是不能结婚的 这样的话 珠玛小姐就要嫁给那个洋人了 珠玛小姐 珠玛小姐 珠玛 珠玛小姐 你是我阿爸的儿子 难道你就眼看着阿爸被锁朗折磨吗 现在只能是你 你去救他 你有责任去救阿爸 你也有责任夺回吐司的职位 你更有责任把剑堂重新兴旺起来 那不是我的责任 他经过阿爸的责任吗 你真的不想认阿爸了吗 在阿玛阿尼和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 现在他突然冒出来了 却夺走了我爱的权利 我宁可不要这个阿爸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了 不可能 这八年来我一直对自己说 珠玛不可能死的 珠玛不可能丢下我的 我一直希望 自己可以像斯纳多杰那样 翻山越岭 找到自己的人称拉姆 我找到了 可是结果呢 我的仁臣拉姆站在我的面前 告诉我一切都不可能 其实我心里跟你一样难受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可可你毕竟就是我的哥哥呀 我不是你的哥哥 以前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一起 那这辈子就别见了 你走吧 珠玛相见 珠玛相见 你 我照处都找 你 珠玛 你可以不认阿爸 你也可以不当土司 但是你也要治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与不顾了吗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唯有你这样的哥哥而感到羞耻 珠玛小姐 珠玛小姐 你误会扎希大哥了 前些天我们还去昆明给国军运送物资 扎希大哥还说 他要去前线 他要去打日本人 既然如此 你明知道自己是个康巴汉子 为什么心里面只装得像儿女情长呢 我见受了八年的爱情 一下子全毁了 我的信念也毁了 不 你的信念没有毁 当我第一次在赛马场上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康巴汉子 爱情 并不是生活的权某 我们的爱 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方式罢了 我对你的爱只有一种方式 我不想自己欺人 康辉両好 康薇先生 他以前就来过我们仲殿 这次他为什么回来 是因为爱 但是是因为大爱 他爱我们终殿 他不想看到终殿消失 为了我们的国家 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 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 一个个都死去了 珍惜 你作为阿爸的儿子 难道 你就眼看着那么多的人 一个个地死去吗 你是一个有信仰 有信念的人 我相信我自己 我以前没有看错 现在也不会 老儿子 你怀疑 我便去我 我听我哀疑 我咀疑 我哀疑 噗疑 你怀疑 这个奴疑 你怀疑 你怀疑 我我们老爻 我哀疑 我哀疑 和尚来给他看病 我最讨厌那个洋和尚 不管他 让他去死吧 现在让他死是不是早了点 您看 您还没有正式的加冕受印 如果这个时候多吉死了 只怕大家对您都不服啊 而且我还听说那些伙头们 经常聚在一起 你去把可颂顿巴请来 我要给多吉屈会辟席 是 那呢 把各地伙头们 来把县长王大龙请来 我要让他们看看 我对多吉有多可额 明白了 老爷 责任 你知道为什么把大家都叫人了吗 吐司所老说呀 是要为老吐司多吉做法驱邪呀 这做法驱邪 为什么把我们都叫来呀 这个呀 我也不知道 等一会儿啊 咱们进去就知道了 来 走吧 来 走 不行啊 我们为什么把我做romeo 不说话 那是什么意思 if我 councils呀 你不去命吗 那么 Aww 但我对你们人知道了 如果我们发现我 很辛苦 都起来吧 谢老爷 今天把各位请来 是想为我们老吐司 尊敬的多吉老爷 祈福驱邪 愿天神保佑让他的身体 早点好起来 先喝 来神吧 是 老爷 请德高望重的客宗遵搭 为多吉老爷驱邪祈福 封其是 封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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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铛 封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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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 你们干什么 把刀放下 什么人 扎西 你说错了 我是土司多姬的儿子 丹巴平 这你应该早就知道了 胡说 多姬根本没有儿子 来 缩了 丑马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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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知道 我知道是所老害了你 不过阿爸 我把你的亲生儿子找回来了 就是他 扎西 别动 啊 啊 啊 刀心 阿爸 来人哪 快来人 死杀 快开枪 推回去 停着 快点 停住 从边门走 出去之后一直往东 会有人建议你们 湛西大哥 我们有好多冰团 我们被包围了 先抬回客房 快 你们去后院 不许放走一个人 是 把门给我抓开 抓 停住 帮不许放 快 快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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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下去吧 阿爸 阿爸 你说什么 阿爸 你说什么 你想见八哥哥是吗 嗯 嗯 行 那我去叫他 哥哥 走 你们撑的 哥哥 怎么了 阿爸要见你 先生不行 我们快顶不住了 这是阿爸二十六年的心愿 有可能是最后一年 走吧 你们下去吧 阿爸 我把咱爸哥哥叫来了 阿爸在救你 阿爸 这是从你亲婆里拿出来的 阿爸 阿爸在临死的时候 让我带着这两样东西 去巴拉村找我的阿爸 阿爸说 他一直也在找你 那个没见过的阿爸 我找了二十多年 我恨他 恨他丢下了我 丢下了我的阿妈 有些时候我甚至希望 我的阿爸已经死了 阿爸说 阿爸说他对不起你 阿爸说他对不起你 不要 打宝 快走 你这帮无蛋 开跑 开跑 快跑 快跑 给我上 快跑 阿爸不想让你走 周末 好好照顾阿爸 扎西大哥 不好了 送人打进来了 走 扎西 你又见面了 我正后回到九龙湾的时候 没有一刀杀了你 我太信心你没有杀了我 如果你杀了我 我还能做是中殿地区的统丝吗 如果你杀了我 我还能恢复我剑赞家族的荣耀吗 我现在杀你也不晚 好 那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说实话 自从我跟随多吉去了江岸村 我就知道你是多吉的四生子 你知道吗 当时我是又害怕又高兴 害怕的是 如果多吉知道他有个儿子 他怎么会把土司的位置传给我 我庆幸的是 你死在巴拉格宗 可没想到 你今天还活着 当年我饶了你 是想着有朝一日你可以改邪归正 可是我错了 如果你还是个抗霸汉子 那咱们今天就做不了断 我是不会上当的 如果我死了 我是不是康巴汉子还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我活着 没人敢说我不是康巴汉子 你一点都没变 胆还是那么小 你有胆 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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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他 我们可以带着阿爸离看图子 永远不得回来 住手 放了他 我为什么要放了他 我为什么要把关在笼子里的狼放出去 让他杀了我吗 我不杀 我不杀 我们奸在家族的人都不杀 若马 你应该感谢我 叫你们一家散口死在一起 死了又怎么样 就算我们一家散口都死亡 那还是一家人 可是做了 你注定是个孤家寡人 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 一个人孤零零的死 一个人孤零零的死 就算你到了地狱也不会有讨厌的 住口 把你的话留到地狱去说吧 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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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孤零零零 stopping Cons Isab 你出露室的问题 你隆 我还出露室你 我为恶魔下了谷 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我不敢见你呀 阿库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阿爸 这次多亏了阿库和达瓦哥哥及时赶来 嫂浪已经死了 终天又回到咱们乐仓家的手里了 阿爸说让你起来 达瓦哥哥 阿库 扎西就是阿爸的亲儿子 扎西 不 但爸 应该杀了我 给你的阿玛 把你和冲草老爹报仇 三姐老爷 我今天叫您一声阿库 代表我的仇恨都已经放下了 再说 您已经改过自新了 我没有理由再杀你 我实在没脸 面对乐仓家的 列祖列祖啊 阿爸 你就不要再难过了 扎西 没有想到 你就是我们的丹巴哥哥 这么多年来 你受苦了 扎西啊 恭喜你 找到了自己的阿爸和妹妹 回到了吐司府 多谢吐司 也恭喜你啊 找到了自己亲生的儿子 阿爸 阿爸说 谢谢你 阿爸 这次多亏了县长大人 他听说我们要去救你 连夜赶到了德卿去找桑西阿库 阿爸说 莲花盛大师一定会保佑你 嗯 多谢吐司 我以前对你有意见 可是 我也是中国人啊 索老他勾结日本人 这是卖国 对卖国贼人人得而助之 多谢阿谷 亲掌大人到德卿以后 把索老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 这件事情关乎到国家安危 所以我把部队全都给带来了 阿爸说 佛祖一定会保佑咱们的 多谢吐司不相信别人 必定要我来给他探命 走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给了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 是让我替他保管 这是多吉吐司 为方福册写下的一言 字很乱 也很短 我给你们 念 吐司之味 穿雨 乐藏桑齐